各位老师好 那我现在要来为老师们示范 如何选择这些虚拟的背景 就是Virtual Background 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不想让你的与会者 就是在Zoom上面的朋友们 就看到你的房间 或者是你的房子的后面或许有你的家人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挡住 那这个怎么做呢 就是把你的浮标移到下面这里 这个是Mute 就是静音 这个就是摄像头 这里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想给别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点下去 那这个呢是一个profile picture 就是我把我的相片放在我的account的profile 它就会有这个出现 那有些人呢 就是没有做那个profile picture的话 当你不share你的video的时候 它只会有您的名字出现 好那我现在再回来解释如何寻找这个虚拟的背景 就是从这个小箭头点上去 这里第三项呢 就是选择中间这一项就是选择虚拟背景 点进去呢 这里这里已经有很多相片 这是我很多次自己加上去的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看心情转变 比如像这个呢是我的学校的大门口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行政中心 行政大楼 就是老师可以随时想要跟谁会面的时候 可以选择合适的背景 那怎么加呢 是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加号 一个小方块 它们设计的非常小 你点进去 老师如果从来没加过的话 这里都是空白的 OK 那点进去呢 你就可以到你的档案夹 看你已经把相片放在哪里 在这里呢 我选我已经放在这里的一张相片 它就出现了 这是樱花在湖上 那这个呢就加上来了 那出去之后呢 看到我的背景就已经改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老师们可以帮助你的学生 或者是因为学生们有的时候 也喜欢自己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或者是也可以保护他们的privacy 就是这样子跟老师分享